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臣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的影片很多 我之前讲说你的影片太多了 太敲了 看不完 其实你仔细看 因为我每次话都没有讲 没有讲全是因为顾及别人的面子 或者是顾及某些人 有些人还健在 有些人已经死亡 好像都要顾及他以前的这个 只要是面子 不是理智 而我要讲的那些故事里面 很多都是预言 所谓预言就是 观念跟预言 都是在他的隐喻里面 比如说我讲一个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 我有一集 我的家在山顶那一边 就是在路口 在路口往那边排 那边是半屏山 那个故事我讲说 我的童年的时候 因为这个歌 我们父母他们那一辈的人都在唱 所以我们觉得很向往 我的家在山的那边 那时候我的童年就认为 我的家就在半屏山的后面 这是我的老家湖南 当然这个 如果你住在这边的话 你就觉得很好笑 这个像 就像那个侯孝贤的电影 童年往事里面 他的那个奶奶 因为脑筋不清楚 他是客家人 他住在凤山黄埔新城的时候 他每次他奶奶都是发颠的 不是发颠的 就是发傻的时候 带着他 背着行李 逃难 因为他奶奶跟他爸爸一起逃难 跟国民党到处逃难 他有那个逃的那个 那种冲动 就牵着他 那时候侯孝贤很小 他叫 他小名叫 笑嘛 侯孝贤的笑 叫阿浩古 我还记得那个电影 蛮 蛮清楚的 因为他有类似的 我们有类似的背景 他牵着那个阿浩古 到那个桥里面去 他讲说 过了这个桥就是 这个桥就是 这个桥就是 梅港桥 梅江桥 就是广东梅县的梅 梅江桥 过了这个桥就是梅县 这个情形就像我认那个 我童年的时候认那个半名章 后面就是我的老家一样 因为都陷于自己的 那个狭隘的这个 这个这个知识范围 那是我童年嘛 非常小 然后呢 我们长大之后呢 我们知道海军官校的门口上 墙上有一个有一个标语叫做 Join the Navy to see the war 就是你要 你要加入海军可以去环游世界 因为以前的海军官校毕业之后的 最重要的重头续 四年级毕业之后 就是毕业之前就要去 就要去敦目 做舰队去敦目 以前最早以前 邦交国很多的时候 可以到 可以到泰国 菲律宾 马来西亚 然后夏威夷 然后到美国 到美国那个西岸 然后再从那边再回来 这样绕这么大圈 可能还有会去日本 所以在全国三军官校里面 能够这样子 这样子周游世界的 只有海军官校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 都觉得说 哎呀 这个大哥哥要毕业了 要去环游世界 觉得好 好新奇啊 而且这些 村子里面 这些叔叔伯伯 他们都是海军退役以后 都是跑船嘛 跑商船 抽的烟斗的样子 像个老船长的样子 我们大家都很羡慕 而且他们带回来 一些外国的东西 那让我们觉得说 这个 这个 如果这一辈子不出去 跑一跑的话 那就是一个井底之蛙 等等的 可是时至今日 我们想 我们不需要 join the Navy 也可以to see the world 你只要口袋里有钱 你打工赚了一些钱 就可以去游学嘛 你只要语言可以通 或者你胆子大 你就可以游学嘛 所以这些都是观念 预言在这里面 另外还有什么 微薄公知 跟那个长笛的故事 大家可以看看 还有个败家子 所谓败家子的意思就是说 祖先留给你很好的余产 不管是物资还是精神的 而你不去使用 你就是败家子 这个例子太多了 像现在我们这个海军大院就是个败家子 有这么好的设备 有这么多地方 这么大的腹地 可以做这么多活动 没有人做 为什么 因为住的人不懂 而且就算他懂的话 他也是败家子嘛 就躺在那边干嘛 做吃山空嘛 不能够善加利用 现有资源就是败家子 另外一个叫废物 停 就是自我感觉良好 而且停滞不前的都是废物 这种废物太多了 我见到太多了 另外一个叫嫉妒等于自杀 这些刚刚讲废物自杀 还有败家子 这三个 我跟他们相处时间相当相当久 所以 有感而发 入了那些东西 那都是观念跟预言 如果你看得懂 你就懂了 你看不懂 你可能永远也不懂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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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